相信太魯閣火車悲劇發生的原因公佈之後 大家一定開始疑惑 為什麼那位工地主任會在假日去工地巡視 而他還會無厘頭的把卡車停在斜坡上 而當天並沒有開工因為是假日 那他怎麼會開卡車去 照道理來說他假日如果要去工地巡視他會開自己的轎車 那他怎麼會開卡車呢 卡車通常都是工作時候才會使用的車子 你種種反常的行為不合理嗎 不合邏輯嗎 你想想看嘛 假如說你是一個公司的老闆 你手下有卡車 你自己當然因為你是老闆嘛 你有自己的私人轎車啊 那在假日的時候 你是會開自己的轎車還是會開卡車 這答案已經很明顯了嘛 再來就是你開卡車好了啦 你開卡車這莫名其妙啦 你這個卡車平時是停在公司 按照道理應該是停在公司嘛 啊你是怎麼去公司的 你應該是從自己的家裡開開你的轎車去公司的嘛 啊你你會你這樣感覺就是 再怎麼想越想就越奇怪 你你假日不用上班的日子 然後你從自己家開轎車去公司 啊然後去公司開大卡車 然後再開大卡車去去工地 啊然後到了工地你車子隨便亂放 按照道理你開大卡車 你這麼大的車子 你一定是會把它停在這個工地的空曠的停車場嘛 你怎麼會停在那那一條小小的上坡的路段呢 啊你停的不是機車也不是腳踏車耶 是大卡車耶 大卡車你怎麼會停在有坡度的地方 啊你你你你大你停大卡車在有坡度的地方 即使你放了石頭或者你拉了手煞車 因為卡車頓位大嘛 它它都是很容易滑動的啊 啊大家 哪個在怎麼笨的人也知道說 你不能把大卡車停在坡有坡度的地方嘛 啊如果說你開的是私人轎車那個 重量比較輕的你停在有坡度的地方 啊那還還說的過去你你不大可能會把大卡車那麼重的 車子停在有坡度的地方 啊何況工地因為假日嘛沒有開工啊 工工地上空曠的地方很多啊不醜沒有停車位啊 啊而且而且你想也知道說你停在這個坡道上一翻下去 一滑下去換下去下面就是火車耶 鐵軌 所以說個人研判啊這個這個公司的老闆很有問題 而且昨天媒體也披露了嘛 他的公司登記的住址呢 啊竟然啊是一個類似鐵皮屋啊看起來就不是一個公司的樣子 而且鄰居都說不曉得這邊有竟然有有這個 有這種不知道這裡有一有一家公司啊 啊因為就是普通的住宅區嘛 啊而且這個鐵皮屋看起來也不像公司啊 不像能夠承擔國家重大建設的大公司嘛 而且有這個名嘴去查啊 那只是一個投資資本兩百萬的小公司而已耶 所以那個名嘴研判這應該是空殼公司啊 然後還查到說 這個同名同姓的應該是同一個人 還有一間比較大的建築公司啊 投資資本一千多萬啊比較大啦 但其實也沒有多大喔一千萬的喔跟兩百萬的喔 這樣兩家公司喔 喔但但不管如何啦喔 你你如果說 這個一千多萬的大公司也是他的喔 那可見這個人在搞這種建築業 搞這個工程業也不是一天兩天的嘛 你怎麼可能會會沒有經驗說 不可以把大卡車停在坡道上 而且下面就是火車在走的路線喔 所以說這個這個老闆呢是很有很可疑的 而且你看花生的日子 剛好就在清明年假的頭一天 人最多的時候喔 以至於太魯閣上面竟然還有人是站票耶 站著喔那 有點巧合的就是什麼 那個班次408 西林北 台語唸起來就西林北 但重點不在還不在這裡 是那那條 泰魯閣號 編號408班次 他有八節車廂 而花生 花生悲劇的時間是9點28分 上午9點28分 請問這樣總共有幾個8 有三個8耶 9點28分 28喔 然後 這個 班次408號 然後 八節車廂 有三個8 然後 還有這個28啊 讓是不是讓你 想到館長槍擊案 發生也是在28號 館長案發生在 2020年9月 那8月28號嘛 8月28號 然後這個 太魯閣號悲劇是9點28 8分 28 館長案8月28 你看28 也是有個8 也是有個8 館長 館長那個 槍擊案有兩個8 8月28 然後 最近 2月18號 2月18號 是不是也有一個8 發生什麼 台灣銀行 這個 這個 竟然啊 這個黃金存者 竟然 竟然 離譜地 用人民幣 來計價 導致 導致很多 銀行虧損啊 損失至少在一千萬 台幣以上 因為 如果台幣當天 一公克黃金 本來是要一千五百多塊台幣 但是 這個 這個 職員 竟然用人民幣 來 計價 人民幣大概就只有三百多塊嘛 換算成台幣 一千五百多塊 那換算成 人民幣是三百多塊 好 那問題是 你 你公佈在這個 台灣銀行的網頁上 大家 當然是認為說 這是台幣啊 好 那 這個 有六家銀行 他們都是 跟台灣銀行 連線的 他們是以台灣銀行 因為台灣銀行是老大嘛 台灣銀行公佈的黃金存者 一公佈呢 他們就是 採用啊 所以他們 都 以每公克三百多塊台幣 賣出去耶 好 那 這個 就好像那個 標錯價 好 然後 大家就 怎樣 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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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標 購買 搶購 的情況 是一樣的嘛 所以 短短幾分鐘之內呢 大家瘋狂 搶購 黃金啊 才短短五分鐘而已喔 這個 不止五分鐘啦 大概二 二十多分鐘後才 台灣銀行搞成才發現錯誤 才把它更正 那這 這個 二月十八號也是有個八 喔 這些啊 都應該跟中共有關 現在 館長案到現在還沒有破案嘛 只抓到 那一條 只抓到 那個 豬元邦 什麼 河堂 是不是 辦到那裡 就不 不辦了嘛 而且還發生說 那個 豬元邦 河堂 堂主 的 手錶 三百多萬手錶 被警察搞丟了的事件嘛 喔 然後 台銀 再來 泰魯閣 都跟八有關 而台銀這個很明顯的嘛 因為他用人民幣嘛 他為什麼會用人民幣呢 你要物質 你 按照道理 你 你應該會用美金吧 你應該 假如說那個職員 你真的要搞錯 你也應該要搞 搞什麼 把他 把台幣用美金來表示啊 你怎麼會用人民幣呢 所以說這個就是一種暗示的嘛 這個就是在向中共那邊交代說 沒有錯這個任務就是 就是在執行中共高層的任務 對台灣的一種警告 而且 都選在有八的 都跟八有關的 只要是中共高層 下令執行的任務都跟八有關 為什麼 因為 中共解放軍 本來就叫做八陸軍嘛 中共解放軍 就是靠八陸軍 起家的 八嘛 然後你看他們的建軍 解放軍的建軍 結 是不是八月一號 八月一號 建軍 建軍 結 然後 後來 八陸軍 是不是在抗日戰爭的時候 被編入 他們就投靠 國民政府嘛 被編入 編為 十八陸軍嘛 本來是八陸軍 現在 變成十八陸軍 十八跟八 所以十八跟八都代表 解放軍嘛 那你看台灣銀行那個 二月十八號 這個十八 是不是八陸軍 解放軍 八陸軍 十八陸軍 解放軍 二月十八號 所以就發生台銀用人民幣代表這個黃金存者的價格 然後 館長案 八月二十八號 八 八陸軍 然後 太魯閣號 西林北 四零八 八 八解車廂 八 九點二十八分 八 都是八陸軍 解放軍 所以這幾件事情都是中共背後主使的嘛 所以說為什麼太魯閣火車悲劇會發生 就是館長案你到現在你不破嘛 你不破嘛 你只要館長案你再不把 你再不往上辦 中共就有恃無恐 中共高層就會認為說 館長案到現在都沒有破都不敢再往上追 代表說我們在台灣的臥底的組織網 還很牢靠 還很堅固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執行恐怖任務 這太魯閣這個就是恐怖攻擊的嘛 恐怖攻擊的一種嘛 所以說你只要館長案不破 現在這個不能算破啦 而且還被搞了耶 說這個警察還要賠那個三百多萬 說什麼三百多萬手錶弄丟了 警察還賠了五十多萬耶 啊你們親猜公共耶 我說我的手錶是三百萬就三百萬喔 親猜公共耶 這個有可能就是一種威脅的方式嘛 黑道如果被抓 是不是都會想辦法把警察給搞搞掉 他可能就隨便栽贓啊 說我手錶一千萬耶 你把我搞丟了 其實那手錶是假的嘛 那為什麼 台北的黑道 外省掛黑幫敢這樣 因為 因為本來他們都是稱兄道弟的嘛 台北的警察跟那個 黑幫兄弟是 稱兄道弟的 而且很多 警察裡面都有黑幫分子啊 外省掛黑幫分子啊 你看像最近那個 台北航站那個調查 調查員 算是 情報局的調查員啊 他是不是都偷那個 查獲的毒品 都被他拿來偷偷賣給黑幫 賣給這個外省掛黑幫 然後幾天前這個被抓了嘛 在他家呢 收出的現金喔 就有一億多台幣耶 現金耶 一億多台幣 然後其他還有很多 經銀珠寶手錶 各種手錶都有啊 什麼 勞力士的綠水鬼啦 那些名貴手錶 所以媒體說什麼 他家那個好像開精品店 一樣啊 所以說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喔 一個情報人員 調查官 家裡就有現金一億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呢 跟外省掛黑幫分子掛鉤的 軍警調人員 也不要說掛鉤啦 應該說 他們本來就是屬於黑幫分子 滲透 滲透到 滲透到 也不是說滲透到政府機關啦 因為 本來外省人政權 他們就 就是 黑白兩到一家親嘛 因為老蔣他本身 自己就是 黑到清邦嘛 黑到嘛 以前他就跟那個什麼 清邦那個 杜月笙有沒有 他們就是好兄弟了嘛 所以 在台灣的這個外省掛政權 他們本來就是 一邊是白到 一邊是黑到 因為 只有黑白兩到這樣 相互的運用 你才能夠 牢牢固固地 蹂躏 以少數來蹂躏 多數人 台灣人是多數嘛 你黑白兩到 結合你才能夠蹂躏 多數人 就像那個香港有沒有 香港上次 在抗議的時候 是不是 黑道 就 衝出來 打那些民眾 打得特別慘的 那些黑道 那後來警察當然 也 怎樣 也跟黑道差不多 香港的警察也變成跟黑道差不多 就像現在的緬甸 那個軍人 對人民的 殘暴呢 已經 已經跟這個 緬甸現在軍人 對人民的強暴 就跟當年台灣 228大屠殺那個時候 還 還差不多了 當然 沒有 沒有 緬甸軍方 還沒有當年 在台灣 發生的228大屠殺那個時候 還沒有那麼狠 到目前為止 全世界的 你在怎麼 凶殘殘暴的軍人或 警察 都還不能跟當年台灣 發生的228大屠殺那個時候 的外省人 凶狠 都還比不上 因為你現在看當年台灣228 那個時候 外省人的凶狠呢 是你難以想像的 現在幸存者都有把 當時恐怖的情形講出來了嗎 是不是會用鐵絲 穿你的手掌 一個穿過一個喔 把那個台灣的年輕人 手掌用 用這個鐵絲穿過去 綁在一起 一次就綁死幾個人 有的穿 手掌 有的用鐵絲是穿腳掌 活活的穿 那你穿過了 你還要走路耶 他用外省人 用鐵絲把你穿過去以後 就把你趕 趕啊 十幾個人 串在一起 把你趕到那個河邊 然後就 用槍托呢 開始毆打 還不是 因為說要省子彈啊 就是不要開槍啦 就是用 用打的不開槍的方式 來猝死啊 就用 有的是用刀子有沒有 把你把那個台灣人 的褲子 脫掉 然後就把羊具 聽說啦 有時候為了 為了要方便 把那個台灣人的羊具割掉啊 就是 會當中強暴那些女性的 女性的台灣人 會被當中強暴 那些被穿鐵絲的 綁在一起的台灣男的年輕人 看了就會有反應嘛 有反應 你升國旗 一升國旗呢 馬上 那個外省人就刀呢 就揮刺刀啦 揮下來 就把你羊具給 被切掉 然後就 叫你 把 剛剛被切掉的羊具 塞在自己的嘴巴裡 那是橄欖啦 我們台灣人 常常說人家講話模糊不清 叫做 你是橄欖人啊 這個由來 為什麼台灣人 在說人家講話不清 叫做橄欖人 就是二二八大屠殺的時候 所流傳下來的嘛 這樣子橄欖 一般人是聽不懂 但只有台灣人 有這種說法 你講話是橄欖人啊 因為當時外省人 都是把台灣人的羊具割掉 然後就叫你 含在那個嘴巴 然後 你含著之後 他就會問你 就逼問你說什麼什麼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共產黨 你是不是這個 反政府 你因為嘴巴 含著 你就講不清楚嗎 然後那個外省邊 大罵 你是橄欖人啊 講我講 講不清楚 然後就用槍托就打 一直打 一直打 打到那個眼睛爆出來 或者頭顱變形 像那個 國民黨內政部 曾經當國民黨主席的 也當過我們中華民國內政部部長的吳伯雄 有沒有 吳伯雄的叔叔 大伯啦 他的大伯 他爸爸的大哥 他爸爸的大哥 吳鴻奇 吳鴻奇 當時是台灣少數的精英分子 是台灣人 在日本人 在日本人統治之下 能夠當上法官的 傑出人才 吳伯雄的大伯 吳鴻奇 就是 在228的時候被外省人抓走的 沒有什麼罪名 就只因為你是台灣的精英 他是法官 他就被抓走了 在台南有一個 叫做賴什麼 檢察官 也是台灣的精英 也是這樣被抓走 吳鴻奇的 當時的屍體被發現的時候 就是感染啊 當然啊 沒有人知道他嘴巴 含著的那個是 是自己的 還是 旁邊的 因為旁邊 旁邊也都是 很多屍體啊 每個人的屍體都是感染啊 都是含 含著鳥啊 到底是不是含著自己的 已經不可考了 但 大家 姑且認為說 可能是含自己的啦 會不會有可能是含別人的 也有可能啊 因為當時外省兵 你這樣一切下來 那掉在地上 掉在地上 你不可能就 就剛好掉在你自己的前面 那一掉 有可能是掉到旁邊啊 然後他叫你撿起來 你可能撿到別人的也有可能 不管啊 反正就含著嘛 然後就 吳鴻奇的屍體啊 那個頭顱都被打到那個 顱骨都凹陷 眼睛都 快要爆出來了 因為 因為那個牆頭一直打一直打 然後胡亂打 胸部肋骨什麼也都斷掉 打到死為止喔 你 雖然被打到死 你 你按照道理說 那個鳥 嘴巴喊著自己的鳥 或者別人的鳥 應該已經掉出來了 但是 屍體發現的時候都還喊著喔 所以可見就是 死了以後還被 還被把那個 那個外省兵還把那個鳥 把你塞在你 你自己的嘴裡面 而被丟 屍體是在哪裡發現的 是在大排水溝 大排水溝 他隨便就把你殺了 就把你把屍體推到 丟在那個大水溝 排水溝裡面 這個你們可以自己去問 吳伯雄 看有沒有這件事情 那雖然他大伯被 被這樣殺喔 但是他 這個吳伯雄 台灣人 他竟然還 變成國民黨 變成國民黨的中政黨員 還被重用了喔 這個叫做什麼 斯德哥爾摩 症候群啊 台灣很多人都這樣啊 像這個 說白海豚會轉換那個 吳什麼 他也是228的受害者啊 你看他現在 他也是 國民黨的中政黨員 然後那個 柯文哲 台北市市長 他 他好像也說 他爺爺是什麼 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嗎 228 你看 結果他現在自己也是跟 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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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穎的官員 罵蔡英文總統 罵的跟罵什麼一樣呢 但是對國民黨 拐到哪 搞了呢 台灣很多啊 台灣人 很多什麼地方上的 什麼 炎家啦 王家啦 大家都跟 大家都跟 大家 多多少少以前都是 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或者是 或者是 白色恐怖的 被 被逼破 被 被傷害的 但是他們後來到 到現在 是不是都成為 外省人 國民黨的狗 就狗而已嘛 就走狗嘛 這個就是台灣人嘛 就拐到哪 因為這樣 就安全啊 你換來安全啊 你當外省人的狗 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這個嘛 那你看現在 外省國幫派聽 中共的話 然後 公然的槍殺館長 有沒有效果 有 現在是不是媒體上已經 比較 已經 應該說啦 已經很少有人敢在 像館長那樣 像以前那樣 敢公然的罵中共 沒人敢啦 真的好啊 你還敢在公然這樣 在媒體 你是網紅 你敢這樣罵 像我這樣就沒有 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這個 點閱率很少啊 每次都各位數而已 十幾個十幾個 我在這裡 再怎麼罵那個 共產黨也不會聽到啊 因為 有 每次 每次點閱率都十幾個而已啊 所以我高興怎麼罵就怎麼罵啊 啊 四位你 你吃飽 啊 你要不要像武宏祺那樣 啊 感染啊 啊 我即使這樣在 現在 在這裡這樣講 沒事啊 點閱率太少了 這個 不受中共高層的重視啊 啊像館長 那種網紅就不一樣了 那點閱率都是百萬的 所以他這樣 這樣罵中共 當然會被 啊 啊 你看這個 台灣的司法軍警檢調裡面 都有中共的人員嘛 所以 管廠案就辦不了啊 啊 啊 你辦不了 不辦 不敢辦 結果你看 各種事情 怪事就會陸陸續續發生 啊 太魯閣火車 廠案 發生了 再來呢 再來呢 還會不會發生 我跟你保證一定會 而且一定都會在跟 八有關的日子 或者是事務上 發生 發生 慘案 八 真的要注意八啊 八 十八 二八 因為 這個就是代表 代表說 是中共在背後執行任務的 就跟八有關 好 那你想想看 怎樣才能夠造成大量的死亡 是不是假日的第一天 跟假日的最後一天 都是人潮最擁擠的時候 好 這次 搞的對手 對下手是 是火車嘛 那你看下一次可能會搞什麼 飛機 或者是 大巴士 高速公路上 像那個遊覽車 還有 或者是 大馬路上 人潮涌起的時候 都有可能啦 反正大家 如果說 這個廣場案不破案到現在不破案 那以後 悲劇 恐怖的悲劇就會一再發生 好 好 謝謝 謝謝 參觀 因為流量太少 反而安全 我 我再來罵一次 西威尼 你要不要像 吳鴻喜那樣 甘蘭啊 甘蘭啊 甘蘭的吳鴻喜 甘蘭的西威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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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甘蘭公會 就是這樣 我們 中華人 民共和國 甘蘭完成 中華人民共和國 甘蘭完成 感謝流量過低 反而安全